其實剛才N-Chair講到Plane Writing 那其實我也還蠻羨慕的 因為今天之所以我跟我的上一場的這個講者 我們是十年的同事 我們在做的自由開源軟體授權的研究 已經十年了 可是其實之所以能夠做那麼久 就是因為這些授權條款 大部分都很多都不是用Plane Writing的方式來寫 所以其實在中央有很多抽象的定義 或是說你很難去解釋的空間 所以在這個接下來這個時間裡面 我當然也會提到 那這中間我們因為碰到的這個條款的困難 所以我們才會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這個是跟一般法律人所 單純的研究跟閱讀還有寫作比較不一樣的路 我們去接觸很多人 然後跟國外一些社群還有組織還有一些的活動 我們就去參與有去接觸 然後才能獲得第一手 或者是在公開場合 在公開場合我沒有辦法獲得到的資訊 那這個是我工作的這個計畫辦公室的一個網頁 那裡面有一個是專門是在放置這個自由開展軟體 授權條款相關的資訊 就是Ninja我的一個在日本的朋友他說像我們在做這種工作有點像是Ninja 那當然我們並沒有說一定是臣服於哪一個家族 可是我們做的很多的這些表面上的工作其實在背後有很多是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這個在日本朋友他說我們做的工作其實是很像這個在暗夜裡面的你做的像Ninja一樣你做的事情不為人知 那這個其實我要從最剛開始我進塑造廠的這個時候開始談起 那我進塑造廠那天是2005年10年前的4月1號愚人節 那非常的巧那甚至我的有些朋友不相信說我竟然會要來做制裁權的這樣子相關的一個計畫 因為我之前念的一直都是睡法跟這個是完全是風雅牛不相干的法律領域喔 那不過我對自由軟體這個精神還有他的這些理念接觸之後很有興趣 所以我後來就有機會我就轉到自由軟體製造廠來工作 在那樣一個年代10年前的時候若是你去問很多這些資訊 甚至今天我們不要講說台灣的社群就去問當時可能甚至已經有很多在用自由軟體應用在他們產品在開發過程當中那些公司 或者是說各式各樣ICT的這些軟體工程師你問他什麼是自由軟體 可能有很多人他會說蛤那個是什麼東西 或者你問他你知道GPL那他可能有回答說那個是什麼我不知道 那他也可能不知道他其實已經用了 那在那樣的一個年代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是GPL不知道什麼是自由軟體 不知道什麼是開源軟體的時候 我剛進去的時候跟同事主要的可能閱讀的資訊都很非常的基本 那我們也會寫一些介紹的文章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那當年那時候寫其實都是現在回頭來看 其實還都是非常的一些粗淺的內容 我們可能大部分都是單純介紹一些文章 介紹一些授權條款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時候很稀少的一些的法律的案件 那我們做一些非常基本的介紹 可是這些文章內容其實並不深入 那對於實際上真的是發生的糾紛的話 也沒有多少的實質的幫助的效益 那後來我們為了要更深一層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去閱讀各式各樣的資訊 那法律人我自己本身是之前是在德國念書的 那基於德國這種學院派的學術的研究的訓練 他給我的第一個這種反應就是碰到問題 你就要去找看別人怎麼寫的怎麼說的 那別人是怎麼樣來解釋的 所以那時候我也讀了很多資料 那像這邊這個是當初那個時候非常有名的 Open Source Voices from Open Source Revolution 他其實就是講各式各樣的這些 跟法律授權相關的一些故事背景 他們怎麼來的條款怎麼來的 當初的發生背景如何 那另外還有的是格陸計畫裡面的 Richard Stone 寫了非常多有關他的這些推廣裡面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解釋授權條款 還有他背後精神的這些基礎的知識 那在閱讀了這些之後呢 其實這些資訊 當我帶著這些資訊回頭來看 這份授權條款GPL 2.0 我一樣想要做一個調查 在場的人知道這份授權條款可不可以舉一個手 GPL 2.0 這份授權條款 OK很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那剛好 我等一下就會稍微解說一下 這個條款大概最大的問題 那這個是在自由開源領域裡面 應該是使用應該目前還算是使用 被使用最普遍的一個授權條款 那就是說的專案的數比較來說 雖然說新台經濟的GPL的第三版有3.0版 可是2.0版的被使用的普及率其實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份授權條款呢 它是Richard Solman 人程自由軟體之父 那他是一位開發者技術背景 由他來執筆撰寫的 所以裡面這些文字呢 還有一些的概念其實並不是那麼樣的容易懂 因為他裡面融合了程式人的一些思維邏輯在裡面 那裡面也有跟他跟他的法律的這些專家教授朋友 討論出來所寫出來的一些內容 所以這是一份非常難以去解讀的授權條款 難以去讀的授權條款 那就一個法律人來說 甚至是制裁權的專家 來讀這份授權條款可能都不見得懂 那就一個程式人來說的話 來看也是非常的複雜 那在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直到現在都是一個非常大的灰色地帶跟概念 就是我這邊寫的 他的所謂的衍生程式 那這一段是在他的GPL的第二條 的第二段裡面 他就寫了這些這些這些 OK好 那我們先跳過去不用看 因為這個其實非常的抽象 那裡面大概的大意在講說 若是一個拿到這個GPL軟體的使用者 他要散佈這個GPL軟體的話 沒有問題可是他有一些異物 他必須要去履行 最簡單最重要的 在剛剛那一條裡面提到那個異物 必須要履行就是 當一個使用者去散佈GPL的目的碼 object code的同時呢 他也必須要去提供相對應的 source code程式原碼出來 就是一旦散佈object code 那有人拿到這個object code的話 他就這個後手這個人就可以有權力的 來跟散佈者來要求取得說 我要取得這個程式圓滿 那這樣子一個規定呢 不僅適用在你沒有修改過的GPL的程式 假如說你拿到GPL程式修改過之後 你再散佈出去 那這個時候你修改過這個衍生的程式 也會適用這樣的規則 我用三張圖很簡單來解說一下 這個是非常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們先簡化 我們不要討論複雜的模型 講說在座各位你拿到GPL的 你們自己在開發一個新的專案跟程式 你有利用到一部分的GPL的程式嗎 這個利用方式我們先不管 就是很單純就拿過來用了 最簡單的一個模型來說的話 那你自己開發的程式 可能就會被解釋成為說 它是GPL的衍生程式 GPL的衍生程式 這樣的一個後果就是 當你在散佈你自己寫這個新的程式 新的專案的時候呢 你也必須要提供這整包的這個Source Code 出去給拿到這個衍生程式的後手 這個這樣子一個規定 聽起來其實還蠻可怕的喔 尤其是對於一些商業的這個開發者 對他們來說他們在傳統的商業的這個軟體產品呢 其實通常都是Close source 都是必源的大家都知道 那可是其實慢慢的 尤其這幾年來大家也都知道 有非常多商業產品他們其實都有用到 自由開發軟體的這些程式嘛 那在2005年2006年2007年10年7年8年那個時候呢 其實有很多的商業產品裡面其實已經都有用到 GPL的程式嘛 可是他們在販賣他們的商業產品的時候 他們還是Close source起來的 他也沒有提供程式緣馬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有所謂的侵權利用的問題產生 到這邊呢 這個是GPL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他會在實際的應用上面所產生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大家產生問題之後 後來的確有一些侵權的案件出生 他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 怎麼來確定說 我用了GPL的程式碼之後 我仍然可以用它 可是我不想要公開的部分 或是說我沒有辦法公開 簽了NDA的部分 我可以不用公開 我可以不用提供程式緣馬 那這樣一個問題在實務上面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來界定的 那因為我前面說過的GPL 這份授權條款 它裡面的文字其實非常不容易懂 那不但是抽象 而且它幾乎是超越了我們 從一個法律人的觀點 從這個現有全球的這個智慧財產權 或是軟體的授權角度來看 它都是超越過去所能夠想像的規定 它是完全一個新的授權模式 之前從來沒有人有過用這種方式來大量的來推行 這樣一種授權模式 所以說這樣這個問題 因為模糊不清還有這些抽象這些規定 導致在實際應用上面的困難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利用的 尤其是商業公司他們產生了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在工作上面從2006年 也就是我在做的工作第二年開始 我就開始有接收到台灣的廠商 來跟我們諮詢說我們有收到的警告請 我們的貨物現在在國外的哪一個哪一個碼頭 然後已經被發了禁制令 然後已經在留在碼頭了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到那個國家去販賣 那對於這樣一間公司來說 公司小的話其實 對一個小公司來說這樣的損失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它每天必須要去支付非常大量的 停留在海關那邊的一些費用 而且它沒有辦法上架 他們可能會delay的對他們客戶的這一些契約 所規定的期間 它可能會有違約的問題產生 所以其實從2006年開始就 在工作上我們就一直陸續接到這樣的問題 可是呢 這樣的問題一直到2009年其實都一直在持續 2009年的年底其實可以算是達到一個高峰 因為在那一年的12月的時候 在美國有一個案子 有一個BC Box這樣一個專案 它是一個UNIX的一個小的工具組 那它是一個非常保護 注重自己權力維護的社群 他們在美國委託了律師還有這個代理人 一次在美國提告了14家的大公司 那這些公司裡面呢 其中有一家就是台灣的公司 那個最下面中間的那個和勤科技 那我必須要講的是 這不是第一次台灣的公司 因為侵害 因為違反GPL的規定而被告 那之前在德國也是有的 所以這樣的問題其實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來都存在 所以我在工作上面 我跟我的同事 我們都一直在希望能夠嘗試說 能夠找到更多的資訊 怎麼樣去釐清這個GPL 這個衍生程式的範圍 或是說能夠多點資訊 也許就算是個案也好 那我們能夠知道多一點的個案的話 可能也許抽離當中 把個案當中的一些觀念抽離出來 應用到其他的個案裡面去 然後來協助這些台灣的公司 能夠面對他們所遭遇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裡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一個應用到GPL程式碼的商業產品 它是不是衍生程式就很重要了 to be the directive work or not to be the directive work that's the question It's a very big question 可是在當時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常會被問到說 那有沒有法院判決 很簡單就依照法院判決就好了 想要說閱讀了這些這麼多的 這些時數資料 沒有找到比較好的一個界定方式的話 其實一直都沒有法院相關的判決 有針對我剛提到的GPL那個問題 來做實質的討論 那也因此當然我們就沒有明確的 判例以來可以做參考 所以這個GPL衍生程式的問題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都是全球這些商業公司 在運用自由開源軟體的時候 所會面臨到一個非常大 必須要注意的問題 抽象的文藝 模糊在界定範圍 後來呢 我們還有嘗試的是 我盡我可能的 我再去多搜尋資料 這個是美國的這個Wayslaw 它是非常大的一個 法律的期刊的一個資料庫 那我這上面搜尋非常多資料來看 那甚至我利用我所能夠懂的這個德語 我去搜尋德語相關資料 那這一本是所謂的GPL 授權條款的竹條示意 它是德文版 那它裡面的主要的作者 是在德國一個 它有實際GPL這個訴訟經驗的律師 還有它所認識 集結一期的這些學者跟教授們 可是有這些資料其實還是不夠 那對我們來說 GPL的規定還是跟有字簽書一樣 你每一個英文字都看得懂 你兩三個英文字串起來 你也看得懂那半句 可是整個你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應用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覺得應該要開始 要能夠要走出去走出台灣 覺得應該要去找第一手的資料 你那個時候我的初步想法就是說 能夠也許能夠接觸到 第一手有在處理這些事情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獲取一些檯面上 所看不到的資訊 那第一個 這個是Hara Vetter先生 這也是我覺得我在做這份工作 還有我的同事 我們要非常感謝的一個開發者 那他是德國軟體 德國籍的軟體工程師 那他自己本身就是寫了不少的程式 那他在Linus Kernel裡面 也有寫了防火牆的小軟體 那我跟他大概在200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開始認識了 然後我就跟他有 因為他自己本身 其實有 Lunch一個計畫 叫GPL Violations.org 那因為他寫的程式 都是用GPL 2.0授權的 那也有不少的侵權利用的狀況產生 所以他Lunch了這樣一個計畫 那他最主要 剛開始的初衷 只是覺得說 因為他想要維護自己的權利 另外一方面他想要 算是 教導不懂GPL的這些使用者 來認識說怎麼樣來利用GPL 所以他Lunch這樣一個計畫 那一直到現在其實發展有 全球非常多的職工都會協助他 然後去跟他可能回報說 哪邊有GPL的侵權狀況 也許是你的程式 那這個時候他後面就會有 律師團隊來幫他處理 那透過跟他的討論 我跟我同事我們獲得了一些 的確是可能在檯面上 你沒有辦法看到的資料 那個就是私底下 他們可能有一些侵權的 一些處理的狀況 還有他們的 他個人或者他的團隊 他們認為比較合理的判定的標準 那這個表是給大家做參考 這個其實是他這麼幾年來 他所發動 那我們在公開的資料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訴訟案件 或是一些比較簡易的 法律的訴訟程序相關的案件 假處分還有一些判決 他從2004年開始一直到 前年2013年都還有 那透過HaraVader先生 我其實認識另外一位 這位是愛爾蘭籍的 他叫Shane Coughlin 那他這個人其實他非常的有趣 那他現在其實是住在日本 常住日本 那他是非常的喜歡日本文化 所以他取得日本海台 現在他主要的工作 其實範圍也都是在東亞這一區 那我為什麼會認識他呢 是因為他在很早的時候 他在歐洲那邊籌組了一個 所謂的法律自由開眼軟體 法律的討論的一個社群 叫European Legal Network 那那個時候HaraVader先生 他就是介紹我跟Shane Coughlin 跟Shane認識 之後後來因為認識了Shane 那我也就因此加入了這樣子一個 European Legal Network 這樣一個討論的社群 這個社群其實跟一般在座各位 你們所認知到的開源的社群 是截然不同另外一個世界 裡面絕大部分都是這些法律的學者專家 或是各個公司的法務長或是法務 那他雖然是一個跟自由開源相關的社群 可是呢他是一個不公開的社群 所以你在網路上找不到他的討論 他的內容呢你也沒有辦法得知 除非你加入之後你才能夠知道他的內容 那他的方式主要主要也是以邀請為主 就是你有認識的人 然後他可能介紹你進去 或者是推薦你進去之後 然後你才能夠加入 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 那他在這個裡面用的一個規則 不僅是不公開 而且還有一個規則叫做Tretting House Rule 這個規則在台灣其實比較陌生 可是在歐洲應用的還蠻廣泛的 那這個Tretting House Rule 其實他主要是英國那邊來發起的 那這個規則最主要他在說的是 參加一個會議或是一個活動的所有與會者呢 你都可以自由的來利用你在這個會中 這個活動當中所取得到任何的資訊 你可以來說我知道什麼樣什麼事情 甚至有些八卦說 哪一個大的教授他可能最近寫的一個評論 可是裡面其實有哪些的問題 這個這一段不是他寫的是別人找他代筆的 像類似這樣子 甚至有些八卦的資訊 你都可以自由的利用 可是當你在說這些資訊的時候 你不能夠透露是誰說的 也不能夠透露這整個會議的與會者是誰 或者是說有哪些組織能夠參與這些會議 或是說資訊的提供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可以牽涉到說法律人或是說在法律這個領域 要處理的一些的失誤會比較特殊一點 或是說可能跟城市這些開發者 你們所面對世界比較不一樣 去年有318學運 然後318學運之後 我還記得在去年的Cose Cup 唐鳳 奧瑞 他在Cose Cup的時候 還有介紹318學運的時候 他們的這些線路組 是怎麼樣在現場附線的 然後R0 R1 R1 我覺得那天其實我也有在現場聽 聽得非常的有趣 可是呢 我那天我其實還在急著處理一間公事 那有點趕 所以我就一邊聽 然後一邊在那邊看我的資料 我看資料就是現在螢幕上這一份 好 那我沒有辦法坐到前面 因為我在看的是 在德國那邊有一間公司 那跟台灣的公司 他們有侵權的問題 所以呢 他們最後有達成了一個和解的協議 那台灣這間公司 請我跟我同事看一下 這個和解協議內容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尤其對於台灣公司來說 他們沒有直接的德語的人才 所以說他們是讀英文翻譯過的 那個文藝有落差 所以我幫他整看一遍 那可是 其實是德文可能也許在場 在台灣可能 通德文的沒有那麼多 可是我其實很擔心 我還要看到 所以我那時候是坐到最後一排 最後一排就是 那時候國際會議廳 大的最後一排椅子上我是靠牆 就在那邊一邊看 然後一邊聽唐鳳講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好羨慕在場的其他開發者 因為大家開發者 就是說你們的螢幕可能秀的都是 IRC Channel 然後可能一邊寫程式 那個coding的那個程式 在螢幕上面跑 欸有問題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討論看 可是我的這個文件 我沒有辦法給人家看 好 然後這是下面一頁 那我也沒有要給 呃秀給人家看 我這最下面這一行 一行一點 沒有把它遮起來的 那是它的那個內容裡面 其實是在講說 喔這整個的這個協議內容 最後會附上一個 GPL的全文 然後裡面是哪一條 哪一條我們有引用到這樣子 好所以其實 因為在法律這個領域 會牽涉到這些比較 可能是侵權的東西 好 家醜不外揚 沒有一間公司 它會想要說 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這間公司 可能有侵權的問題 因為對商業可能不是那麼好 好那甚至有些商業機密 會引爆在裡面 所以其實因為有這樣子 一個比較特別的性質喔 所以呃 像我加入的那個 European Legal Network 這樣子一個 自由開人的一個 授權法律的討論 的討論的社群呢 其實它是 因此是用 Trading House Rule 它因此是不公開的 它希望說 能夠營造一個 就大家在這邊討論一些 你能夠討論 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你甚至討論 商業機密 邊緣性的問題 但它不會說 他們公司 有這樣的問題 它可能會說 我的哪一個朋友 或是 哪一個Client 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提出來 大家在那個 社群裡面討論 好那希望能夠 營造這樣一個 暢所欲言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喔 所以這是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社群 那 裡面大部分的就是 呃 各大公司的 法務 然後律師 教授 還有一些像 我跟我的同事 我們比較偏向 研究性質的一些 研究人員喔 那在裡面其實 最多最多的還是 各個商業公司的法務長 跟人員居多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會有實際上的需求 那一旦公司有遭到侵權狀況的話 這個損失其實 有的時候是蠻多錢的喔 所以呃 這樣一個社群 基本上是一個 其實商業氣息 還蠻濃厚的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場域喔 那我跟我同事 就是在裡面參與討論 或者是說 參與這樣一個活動 總是會有一點 呃 不太一樣喔 那在接觸這樣一個 呃 社群之後呢 我開始慢慢的拓展了一些 國外的這些人脈喔 那也在我的能力跟資源 呃 能夠所及的這個範圍之內呢 我也邀請了一些人 到台灣這邊來 做一些演講 或者是交流 呃 呃 呃 之前像我提到的 哈拉貝特先生 那還有跟他一起配合的這個 工程師 這個一頁有點遮罩 是阿曼黑摩 呃 一個荷蘭籍的工程師 跟他一起在做這個 侵權還原工程的 非常有名的工程師 現在是已經獨立自己開公司了 好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 呃 呃 他其實是 現在全球一個自由開源 專利相關的一個組織 叫OIN 好 的一個 呃 全球的一個 呃 執行長 好 那我也曾經邀請他來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 呃 參加這個European Network 我的確認識一些人 那有把一些的資訊跟人脈 能夠盡量的帶到 這個台灣來 若是在座各位 有一些可能過去每年都有參加 Cost Cup的話 有一些你可能會 呃 有看過 Kids Berger 或者是說 Shane在會場 可能再走來走去 好 那大概都是 呃 我在參加這些 國際的這些活動之後 慢慢把他們帶到台灣來的 那另外還有一位 其實我一直 之前一直想要邀請 喔 沒有辦法邀請來的 是這一位叫 Evan Moglen喔 那可能 對在座各位來說 他是比較陌生的 可是在 這個自由開權授權的領域裡面 他是所謂的大大的大大 就好像大神一樣喔 因為 當乎就是 呃 Richard Stoneman在撰寫 GPL授權條款 第一版的時候 其實他主要討論的人呢 其實就是這一位先生 Evan Moglen 那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法學院的教授 好 那他其實 人 非常的特殊 我只能這麼講 他演講的時候 是不用麥克風的 像這種場合 他就你就看他 一直走來走去 全場繞 聲音非常的洪亮 然後 根本不用麥克風 然後也不用 也不用 他也不用簡報 也不用草稿 他就可以一兩個小時 一直講一直講喔 那 由於他有這樣子 一起這個 對於GPL起草 有提供非常多的 的意見的經驗喔 另外呢 他同時呢 其實在美國也有成立一個 法律事務所 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 它雖然叫做Law Center 可是其實就是 相當我們的法律事務所 那這個Law Center呢 其實他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為 自由開源軟體的專案 提供法律的服務 法律的諮詢 那 他其實是 這個Law Center的 President 還有Executive Director 那其實可以說是說 這個Law Center 就是他創辦的 他有非常多 相關的這些經驗 所以我其實一直想要 請他來喔 可是其實在過去幾年當中 並沒有成功喔 那甚至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就是 他對台灣的 觀感很不好 那在 書信那個Email 溝通的經驗 還有我第一次 跟他碰面那個經驗 其實都是 都是一個印象 非常深刻的一個過程喔 那我講的是 講我跟他第一次碰面好 就是在前面講那個 European Legal Network 他每年有一次實體的聚會 是在歐洲 那有一年呢 那 Ebel Morgan教授 他也有來 那他一看到我 他說 Fluence我知道 我知道你啊 他說 可是我不會去台灣的 然後 為什麼我要去台灣 我過去這麼多年來呢 一直跟台灣的廠商在溝通 那你們台灣那麼多的公司 都在侵權 那我怎麼樣溝通都沒有用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呢 那現在我絕對不會去台灣 如果是要的話 你可以來我的 美國的辦公室 那我甚至可以寫一篇文章 你可以把它翻成中文 那翻成中文之後呢 你帶回去 給你們那些台灣公司看 他們如果是願意來的話 我們再來談 不然的話就免談 然後那就是這樣 他都不覺得 然後就 你可以說就是對著我說教 說了大概十幾分鐘吧 然後旁邊就圍了一大群的人 然後大家臉色都非常的難看 覺得我非常的無辜 因為侵權的不是我 那我是在做侵權 那個侵權教育 或是侵權知識傳播的人 所以這時候旁邊就突然出現 另外一位大大 就一陣風的把他帶走了 然後幫我解了威 那所以說 在這樣的一過程當中 後來我在一些場合 也有幾次跟他有碰面 那當然他也慢慢 比較了解說我做什麼工作 我不是一個侵權者 那後來 可是他還是沒有 就是我一直還是沒有機會 或是可以邀請他來台灣 那總之這是一個小插曲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認識很多人其實也有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感觸 因為我跟我同事 在做這個工作 比較是偏向研究 只是因為我們剛好 我們研究的資訊師 能夠協助到一些 有在實際上碰到侵權經驗的 一些公司 或者是個人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也因此我們覺得說 應該要更進一步的 所以才會走向國際 那其實走向國際當中 我們就會常常就會面對到說 好像我們是台灣代表 那可是這幾年可能好一點 可是真的在剛開始的時候 台灣還有韓國還有中國 這三個國家 在這個整個全球自由開源領域裡面的 商業應用方面 其實民生不是這麼好 因為有非常多的商業侵權的案例產生 那韓國在這幾年來 已經有慢慢的在改善了很多 可是台灣也有稍微的改善 不過幅度沒有那麼大 所以油帶努力的空間還是很多 好所以這是一個中間的小的插曲 那這一頁秀的是我跟我的同事 在過去幾年當中 我們比較常參與的一些國際的活動 那這四個主要都是會跟一些自由開源授權討論 或是這些比較重大的授權議題相關的這一些活動 有的是第一個這個所謂的 Free Software Legal and Licensing Workshop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European Legal Network 它是每一年都會在歐洲舉辦一個實體的 這些所有會員的碰面的會議 那個我大概幾乎每一年都會去 然後另外一個 第二個是Open Compliance Summit 這是Linus Foundation 他們在日本所固定會舉辦的 大概這幾年才開始有的一個討論的會議 那主要也是在商業應用 或者是說商業遵循上面相關 有很多的侵權或者是說授權遵循的議題 的一個會議 那這兩個是我比較幾乎大概每年都會去參加的 那另外這兩個的話 可能就是會是狀況 那比較特別的其實還有一個最後這個 Asia Legal Network 這個其實是在全球的很多這些其他 大的這些基金會或組織 一起來合辦的一個這個Network 它叫Asia Legal Network 就跟我前面提到的 European歐洲的這個Legal Network 其實很像 他們就是希望把在歐洲的那一套 能夠帶到亞洲這邊來 因為不一樣的文化其實 你要去不一樣文化還有 尤其還有可能有 英文語言上面的隔閡溝通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些組織呢 其實在亞洲這邊這幾年 也有一個Asia Legal Network 慢慢在形成當中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一個特殊的 一個有趣的一個 一個這個社群 好 那在參加這些社群 還有這一些活動 或是這一些 認識的這些人之後呢 其實的確對我們在獲取這些資訊 是有幫助的 參加活動接觸人 你可以拓展人脈 認識這些人之後 你可以獲得這些資訊 有了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可以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呢 可以讓台灣的這些廠商使用者知道說 你該怎麼樣去面對 那比較具體的 可能就是若是有聽過 我跟我同事演講的話 可能就會有時候會聽到我們講一些 你找不到來源的一些資訊 譬如說 一位具有這個侵權執行經驗的開發者 他這麼認為 下面就是我們就是來解釋說 這個開發者 他可能怎麼樣來看 GPL的這個衍生程式的這個範圍 然後可能就會聽到說 國外有專家這麼說 點點點點 當我們這麼說說 你大概就現在大部分 就是說我們這些資訊 其實是聽來的 我們是真的是有跟他們有 面對面的討論過之後 我們知道他們這麼想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說出來 只是上網找這些資訊 應該就是可能找不太到這樣子 因為那個是我們實際上面面對面 所獲取的資訊 不過即使如此 我必須要還要再說 GPL或這份條款 或是有一些 有蠻多這些自由看軟體授權條款的議題 對我們來說還是有字先說 所以 剛才 那個 像那個 恩超爾講說 我們也許現在十年有成 或是 那個時候是 也許有一點點小小的成就 可是其實還沒有到這麼開花結果 這麼盛大的狀 這麼 這樣一個 漂亮的狀況 因為其實還有非常多的問題 有帶我們來 要來解決 那 另外一個有趣的點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 人脈所帶來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 額外的 對我個人來說 是一個額外的一個收穫 最剛開始 其實我們 結果這些人的focus的點主要 其實主要就是在GPL 這份授權條款上面 可是後來其實會有一些 周邊的一些資訊 你會進來 那會拓展我們很多的視野 比如說 因為認識的這些人 我們可能 比較可以知道說 最新的一些 有可能的一些 訴訟案例的狀況 或是說 有 是不是又有一個 新的開發者 他最近要提起一些 新一波的 侵權的一些措施 那這一個是我在 2010年那時候寫的 我前面講過 2009年的時候 有一個大規模的 美國的一個大規模的訴訟 在美國的14家公司被提告 那其實在那之前半年 我大概就已經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就在準備 BZ Box在準備 那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一些的 資訊消息透露出來了 那我也曾經 那時候在跟我的同事 合作的討論會上面 有提到這些資訊 只是 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那個時候在台灣關心的人 不是那麼多 一直到真的發生了案件之後 其實2009年 那個時候案件發生 波及非常多台灣的 上有的OEM OEM廠商 大概除了兩三年之後 才慢慢的都和解掉 那所以 那個時候感觸很深 我就寫了這樣一篇文章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我也是沒有辦法講得很明白的 我只能說 我有一些個人的一些管道 或是私底下的資訊 那有顯示這樣一種狀況 那看到的人 也許他能夠有所準備的話 然後能夠減少他們的損失的話 這是很好 那沒有的話 那我也只能說 這個是滿可惜的 另外一個呢 是像這一張圖 是 我前面提到的 Shane Cochlein先生 其實 是他在他的演講裡面 首次提到 前幾年在Cost Club的時候 還有在 我所舉辦那個演講 那 這個圖其實也不是 Shane Cochlein先生 他自己所原創的 而是 荷蘭菲利普公司裡面的 負責自由開源的 相關政策的 幾位的 負責的同仁 他們畫出來的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 其實對台灣廠商非常的有用 後來我跟我的同事 就把它改一下 就是又再畫了一下 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這個其實可以 作為台灣商業公司 他們在利用 自由開源軟體的時候 一個不錯的 一個參考的 簡單的流程 那 各個公司 了解這個流程之後 其實都可以再拿去做 加以修改 修改之後的話 再加以時間 然後累積一些知識的話 其實可以在公司的內部 或組織內部 建立一個還不錯 基礎的一個 利用自由開源軟體的 一個使用的流程 跟控管方式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當初 史料未及說 會有這樣的資訊出現的 所以其實 在這一些的過程當中 OK 像我只剩下三分鐘了 好 其實 接下來就進入到 最後面這個部分 其實這樣一路看下來 一路這樣說明下來 我自己很深的一個感觸 在這十年當中 自由開源領域的這個授權的研究 讓我深深覺得法律是一個 非常非常落後的一種落後科學 因為沒有法院案例出來的話 我們面對這些授權條款 還有實際的這些侵權案例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去很精確的跟你講說 你這樣做一定沒有問題 除非有一些真的是很簡單很清楚的案例 不然大部分都是灰色的案例 那我們在很多的諮詢的這些說明裡面 我們也只能夠告訴對方說 這個侵權的風險高很高 或這樣你這樣做的話 侵權風險很低 非常的低 或是比較低 那有很多的 我們只能夠給到的意見就是如此 剩下可能這個是各個使用者或是公司 他們自己必須要做一些行政管理決策 所以 嗯 其實我們已經是能夠畫被動的學術研究方式 來主動去托管這些資訊管道 可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需努力套用前場層下講過的JSERF大大說的話 其實我們還需要努力的地方還是非常多 還需繼續努力 那所以 以此來作為 我這一場這個演講最後的一個結語 呃 好 那我的時間time's up 最後謝謝大家今天的聆聽 那 我還有時間問問題嗎 可能只是用詞來稍微 OK 好 那我們 呃 我還會在這邊待一會兒 如果是呃 在場各位有問題的話 歡迎那個 上起來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好謝謝大家 謝謝 很感謝他們 謝謝 謝謝 也 Basket 去 谢谢大家